欢迎 不错不错 他这个茶 他这个茶叶比我们公司的一样好喝一点 你茶叶变得 嗯 对不起 新到的 这个风声还没打开呢 欢迎二姐 欢迎二姐 欢迎咱直播间所有家们来到直播间 来来到直播间的所有家们 咱们把这个小红星 晚上点点一下 没有加入粉丝了 加入一下粉丝团 感谢你大姐 感谢科学快 感谢快乐 欢迎咱直播间所有家们来到直播间 家们你们猜一下小东西在哪里好不好 晚上好 晚上好 咱直播间所有家们晚上好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来到直播间 欢迎你们 家们咱直播间所有家们 咱们把进来的 咱们把这个小红星往上面点点一下 感谢大家感谢 来直播间现在马上400号家人了 咱们把咱们再把这个人气往上面走一锅 谁是猪小雅呀 谁是猪小雅 欢迎你们 欢迎咱直播间每个家人 感谢你们来到小东西 直播间 我用我的大号连个麦吧 不然人气上不去 来直播间现在是600号人了 那咱们先上2000人好不好 咱们先上1000人2000人 小东你要注意安全哈 我知道注意安全 来家人们你们猜一下现在小东在哪里呢 啊 家人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地方比较熟悉呢 有没有 有 有没有感觉这个地方比较熟悉啊 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在哪里直播 在狗窝吗 这不是 他这个茶喝茶都喝饱了 家人们啊1000多东还没有来家人吧 啊 我本来想的就是那个 我本来想的就是8点钟给大家开直播的 但是1000多他一直没有来 所以说我就一直在这里喝茶喝茶喝茶 啊我问他外面的那些员工呢 他们也说哎不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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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说我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找一种啊 所以说这这有可能就是啊 很多粉丝指不禁家人们说的啊 就是那个什么猫抓老鼠的 那个什么猫抓老鼠的那个什么游戏吧 啊我来了 他又我来了他就走了啊 是吧 我今天家人们啊 我现在的话是在1000多的公司里面来 直播现在是1500个家人了 咱们先上2000人好不好家人们 一种昨天晚上哭了 他为什么哭呢 家人们一种为什么他哭了呢 他不来怎么办 他不来呢 我这我如果啊 啊一想到他不来 那我肯定用我自己的办法对不对 我肯定用我自己的办法 然后处理这个事情啊 如果他不想在全乐山啊 全乐山这个商务会里面 如果他不想在全乐山的商务会里面出名 那他就来是吧 如果他真的想出名 那他可以不来 那我把他昨天晚上这个说了的呀 或者怎么样 是吧 pdp店的走的那些全部都啊 全部都发到那个商务群里面啊 到时候让整个乐山的商务界啊 这个是吧 大老板啊 或者领导都看一下 易行东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不是 他连我一个小孩子都玩不过 他还有什么脸在这个乐山 乐山这个地方混的 是不是 感觉和解啊 谢谢和解 感谢我是狼芝 感谢你们 哎你好 啊 啊 啊对对对 对对 啊行 好好 嗯 嗯 呃 那个你去门口拿下 哪个东西 我我让那个城市快送 然后送了送了一份那个合同过来 嗯 他说不来他不来也没有用家人吗 他不来也可以家人吗 感谢买大妈 谢谢啊 欢迎你们来到小伙伴 这不见啊 我跟那个阿子联个麦呢 叫什么 马 哈 阿 子墨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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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今天入职了感觉怎么样了 开心 我现在在迁走这里呢 哦你在迁走哪里啊 啊迁走 刚刚安排人给我找了一个房 就是很安全的地方 然后我现在呢刚好搁迁走 在迁走的房间 可以可以可以好 啊就是也就是说公司单独给你租了一个房子是吗 对因为 你也不是说吗 就乐山坏人多 然后骞泽也说乐山坏人多 哈哈 乐山不是坏人多 乐山这个地方是小人多 我知道了 乐山是小人多 来没有关注小东 关注一下小东啊 然后我现在的话是在一县东公司里面啊 我在他的公司里面 你跑到那里去你要小心啊 然后水也到了 哦 带你公司协议加尔曼 看到没有带你公司协议啊 带你公司协议 等一下我让一县东签一下这个 啊等一下我会让一县东签一下这个协议啊 加尔曼 你注意安全东哥 但期限是三天看到没有 三天我这些东西我跟你就准备好了 就等一县东过来了加尔曼 哈哈哈哈 漫天的老板是吧 对 你看我准备了这么多页 哎呦 对注意安全 好好好 我会注意安全的 我会注意安全的啊 你快拿个水哦 啊不是点了吗 我们现在都还没有 还没有在那个人家公司里面当老板啊 就随便拿人家公司里面的水 那怎么能洗呢 是不是 你现在马上了吗 吃怎么吃对不对 喝点水怎么了 对啊好行 那你明天记得过来上班啊 啊我明天准时到 啊行行行好好 那你先直播吧 好的你们最安全 好的好的 拜拜 拜拜 你小你小老婆要你小心 我小老婆要我小心 啥意思啊 谁是小老婆 怎么是怎么是个狗 怎么是个那啥 都都要说小冬一句两句了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家人吗 啊感激关注你们 没有关注小冬 关注一下小冬啊 来咱这边现在是3600个家人了啊 咱这边现在是3600个家人 咱们把这个小红星给小冬点点一下啊 我做人差我做人差怎么了啊 我就是做人差了你的拿我怎么样了 你想看你就看你不想看你给我滚出去 知道吧啊没有人希望你来我直播间 多了不 是吧给你碾了是吧啊 我只希望我直播间每个家人支持小冬的这些铁粉 支持我就行了 然后我对他们好就行了 像你这种黑粉说我白了 是吧你过来看看热闹会怎么样 那你闭嘴就行了知道吧 那你就好好的看 懂了吗 来这边现在是4000个家人了 咱们把这个小红星网上面点点一下 感谢我感谢我阿姨 谢谢你送来的礼物感谢你们 感谢岳岳阿姨感谢你们 谢谢对啊 那我问你们之前一种那样的对我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去说一种人品差了是不是 啊现在一种对我那样子 然后我现在反过来反攻了 你们就说我人品差啊 之前他们是怎么对我的家吗 你们没有看到吗 我相信你们也是有眼睛有耳朵的 他们怎么看我 你们应该也是看着眼里记得记得心里的呀 啊现在小冬啊 是吧小冬反攻了啊 我把他们拿捏了 你们就说小冬的人品有问题 到底是谁的人品有问题呢 如果当时如果一向东他没有搞我 是不是啊 一向东公司里面的人不搞我的情况下 你们觉得我会这样子吗 啊 你们觉得我会这样子吗 对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去惹谁 或者怎么样的 知道吧 而这一切全是一向东他们搞出来的 一向东他为了搞我 把乌之末喊到他的公司里面来上班 然后天天拿着乌乌之末的流量天天搞我 这是事实一下家人们 是吧 这是事实 乌之末就是 乌之末就只是一个一向东的一个工具人而已 用来攻击我的一个工具人而已 感谢感谢 谢谢 谢谢秦姐 感谢你们感谢粉红 感谢用户134 感谢用户939 感谢 呃 感谢外婆 感谢银花 谢谢感谢你们来到小冬来周见啊 我现在的话是在一向东的公司里面 我在这里已经等了半个多小时了 但是一向东他现在都还没有来 现在都还没有到 知道不 懂了吗 感谢私人感谢来感谢亭 我相信一向东他现在也有可能在看我的直播 我现在就在你的公司里面 如果你还不来的情况下 那不好意思 我把你昨天晚上批颠批颠的那个样子 还有那个输了的样子啊 我会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发在局里面 我让大家都看一下 我让乐山的这个商业会 多看一下 感谢花好月圆 感谢 感谢陶 陶陶是吧 陶陶妈 陶平 感谢你们 谢谢 感谢你们来到周见 感谢你们 小冬加油 我会加油的啊 我会加油的 另外的话就是阿宁 就是我被 收拾了那个那个啊 就是我一直让阿宁在调查 啊 目前的话就是查出来有一些眉目了 知道吧 查出来有一些眉目了 家人们 感谢妞妞家 谢谢 感谢感恩 感谢感谢平安幸福啊 来我们去问一下呢 那个一向东的公司里面的人 怎么这个一向东怎么还没有到呢 啊 一向东一向东怎么还没有到 家人们 哎呀 一向东公司怎么到还没到 哎 你们的老板怎么还没有到呢 啊 管得着吗 我怎么管不着呢 昨天晚上你也在的吗 昨天晚上阿姨沫你也在的吗 昨天我昨天晚上你们不是老板输了吗 老板输老板人呢 啊 他有事还没有来 有什么事呢 这不是约好的八点钟吗 啊 有什么事情吗 我找他没什么事情啊 他昨天晚上输了呀 输给我了 所以说我过来 我过来让他过来做惩罚呀 昨天晚上输了一说自己 知道不 啊 不知道 我给他打个电话 给他打电话一下 这一星东该不会是不敢来的吧 嗯 他的这些员工一个个的啊 脚 脚上平衡真的 等一下我给一星东打个电话 感谢啊 感谢我逃遍阿姨 谢谢你 啊 就算是他逃避 他也逃不到哪里去 是 知道 昨天在主播间里面 两个主播间加起的差不多一万人 对不对 家人们 怂了对 我知道他怂了嘛 他肯定是不敢来的 玩不起 拒绝 再来打 拒绝吧 你怂了你就直接跟我说一声吧 是吧 你到你现在多少点呢 我们约好了八点钟 现在都八点半了 你怎么还不来呢 啊 他什么 行赶紧赶紧的 完了请就赶紧的啊 接了接了接了家人 他说他已经到这个楼下了啊 他已经到楼下了 然后 啊 合同 家人吗 合同已经给他准备好了 哎 总共是多少页啊 一页 两页 三页 四页 五页 六页 七页 八页 九页 这么多啊 这是我让我们那个公司的法务 然后弄了一个合同啊 这个合同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公司里的员工素质不咋地啊 有什么样的老板就有什么样的员工啊 这说白了就是这个公司就是一个狗 我知道吧啊 是吧 一个公狗带着一群小狗啊 就这么简单 物以类聚 嗯 对 对 物以类聚人与其分啊 家人嘛啊 你看一狗他这样一个人 你觉得他公司里面能有什么样的 对 什么有复制的人吗 你留婚了没 我已经离婚了家人吧 我也已经离婚了 我已经离婚了啊 啊 不能乱讲 骂别人是不是同一个公司 什么什么是不是同一个公司有 我现在就是在一群小狗的公司里面呀 我要不是找不到一群小狗公司对不对 看后面这个背景吧 那你们看一下是不是 平常一群小狗是不是在这里职光吧 我现在就是在这里的吗 你们还记得吗 就是我在这里的时候 那个乌制墨让我去打扫卫生 啊这外面就是看的就是 等一下 等一下让你们看吧 就是一群小狗公司里面知道吧 他在骂你 谁在骂我呢家人妈 谁在骂我 啊 谁骂我都没有用知道吧 有本事就继续骂啊 有本事就继续骂 没本事你就消停一点 是不是 啊 我我我说过一句话 现在有多嚣张 以后就有 以后你就有多后悔 啊 记住这句话就行了 不管是谁骂我都无所谓 知道吧 啊 鞭子是谁想 谁想在我这里要回一个面子 那不可能 啊 现在随便让他说 总有一天有他哭的时候 小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要么我就不去做 要么做 做了 那我就会扳倒你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这就是我成小冬做事的一个风格 我以前没有这么狠说实话 我以前都是一个文文文的 我觉得退一步海过天空 你不说我我就不会说你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不一样 你敢说我一句 你敢干我一下 那不好意思 我也会用同样的方式 然后去搞你 所以说现在谁说我都没有用 过几天啊 所有的真相都出来了 是吧 过几天所有的真相都出来了 过几天 我让你 我让你 想活下去的想法都没有 你看着吧 是不是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对我已经忍了两年多了 家人吗 我已经忍了两年多了 接下来再过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以内 我就不会再忍了 所有的真相都会出来 谁输谁赢 谁丢人 等着瞧 是不是家人吗 我不会乱说的家人吗 我没有证据的事情 我不乱说 没有确定的事情 我不乱说 我不敢做的事情 我不会乱说 啊 我能在这里说的 都是我有证据的 都是我敢说的 都是我敢去做的 懂了吗 我不需要跟给任何人留面子 我也不需要 我也不需要给任何人低低头 你不管是雪儿在骂我也好 还是谁在骂我也好 谁骂我 我收拾谁 就这么简单 那当然我说收拾谁 那当然那肯定不是打人或者怎么样 小冬做不到 家人吗 啊小冬不是一个那个残暴的人 我会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我自己的权益 是不是家人吗 啊 所以说有能力的人就是你敢继续说 那我就会让你日子不好过 就这么简单 低调 我不用低调家人吗 我不用低调 我低调干嘛 都是这天天 人家都天天骂我了 我还低调什么呢 家人吗 我今天我这句话这么说了 改天我也会这么去做 知道不 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的 就这么简单 一千多他针对我 我不会放过一千多 是吧 谁针对我 我不会放过谁 我会一个一个的收拾 我会一个一个的收拾 我会拿起法律的武器 然后呢保护好我自己 维护我自己的权益 这就是我应该去做的一个事情 我趁小龙虽然穷 但是呢 值得帮的人我会去帮 而有一些天天说我 天天骂我的人 我也会对你不客气 就这么简单 是吧 还是人家阿子 一个小女孩来到我们公司里面上班 说白了我们公司里面到处都是女孩子 我们公司里面关主播现在都有七八个 女主播就有七八个 再加男主播三四个 是吧 关主播就十多个 然后我们公司里面财务呀 人事呀什么这些全是女的 是吧你们干嘛去说别人呢 只要有一个女的在我直播间里面出现 你们就说这个女的跟陈瑶都有关系 所以说你们脑子也是有问题的 那些giver知道了吗 你们脑子也是有问题的 如果你们脑子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你们根本就不会说真的话 老板坐哪里了 你坐对面吧 你坐对面 早点 约到八点钟怎么现在才到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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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